你没听错 韩国瑜面对香港百万人 站出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反送中条款游行 竟然用不知道来逃避 议员看不下去了 未来对台湾人民造成的 非常大的高风险危害 你不能够用不知道不晓得 来带过你不想面对的事情 台湾的安全 都是你必须要扛起来的责任 身为总统候选人 我觉得你不及格 韩国瑜有意角逐2020大位 忙着办造势 对于延烧全球的反送中游行 却说不知道不晓得 还赶快想办法转移焦点 议员把超大头版头拿在手上 多大标题都在讨论反送中游行 因访刺韩国瑜 韩市长如果不是无知 就是故意装糊涂 中国要强迫香港面对的 也是未来中国对台湾的统战策略 行程当中很匆忙 没有来得及时间把他讲清楚 他绝对不是不清楚 不知道这整个活动的内容 有机会的话 他一定会再来详细的阐述 他的想法 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 被外界视为引渡中国恶法 香港百万人不惜站上街头抗议 牵扯的也是两岸的敏感关系 韩国瑜以八个字草草回应 令外界错愕 那政府要制定那个逃犯条例 他明明昨天穿暖和 我不知道 还不晓得 马上连线给陈破空 来博文怎么样看 这是一个有意要搅逐 2020大位的韩国瑜的反应 百万游行 他的反应是这样子 来博文怎么看 我觉得他绝对不是 不知道不晓得 我觉得他第一时间是担心 他的回答不好 会得罪中国 他怕得罪这个北京当局 他怕他如果回答不好 万一这个中国不支持他 他参选台湾下一届的这个总统 搞不好他的这个能量 会减少很多 他担心的是这些 所以我觉得说 他第一时间说 他不知道不晓得 我认为这个东西 我不太相信 那事后再补这个说明 就表示说 他光是这种 面对台湾的主权 这种基本的价值 他都会思索再三 这样的人假设 当上这个台湾的总统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怕 我这样来讲 就是我看到香港这个状况 其实我内心是有感同身受 为什么 我觉得真的 有一句话讲的 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 如果以人口结构来讲 香港现在是750万人口 台湾大概2300万人口 如果香港这次事件 100万人站上街头 相当于台湾 有300万人走上街头 你看那个声势是怎么样 可是过去我们小时候 在看到这个香港的时候 香港来的东西叫什么 叫舶来瓶 当时香港是经济又好 这个言论又发达 虽然他是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 感觉好像殖民地 可是他拥有充分的自由 经济自由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各方面 很多台湾人都觉得 哇香港比我们进步很多 结果现在香港竟然 落到这样的一个田地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过去97之前 香港人 我认为香港人过去97之前 我的感觉是只管经济 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 那种所谓的政治零分 经济百分 可是97之后 香港人现在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变成怎么样 香港独立这样的字眼都出来 你过去可以想象吗 香港竟然很独立 可是我面对礼拜三的这个状况 我实在是很沉痛的在讲 我其实并不看好 礼拜三有可能会有新的方案 或新的变局 因为我们从 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来看 目前香港立法局的 这个所谓的建制派 就是比较亲共的这一派系 70席立法局里面 大概占了43席 比例大概61% 请问你怎么有办法过呢 第二个 香港的特首 上次要争取真普选 没有争取到 对不起 他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习近平 怎么说呢 林郑月娥 他是1194位 选举委员会里面 间接选出来的 这1194位选举委员会 是怎么出来的 除了全国政协之外 其他的所谓的工商代表 人民的代表 绝大多数都是 中国共产党指定的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林郑月娥 你觉得他会听 香港真正的名义 还是北京的名义 当然是听北京的 所以我认为 礼拜三要翻 非常的困难 那我觉得目前 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台湾要 引以为借尽 所以面对这个 未来2020 台湾的总统选举人 不只说对韩国瑜 韩国瑜那样的一个回答 我认为是 第一时间这样的回答 那简直是荒唐到极点 可是不只韩国瑜 我认为所有 不管蓝绿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面对香港 这次送中条例 这样的一个状况 都要表态 刚刚很多先进在讲 说这个台湾人 这个也有危机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台湾人 如果入境香港一样 会做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不要说入境 你就光是转机就好了 转机就好了 你就光是转机 这样子过境一下 你就有可能在 这个危机之中 香港又特别是 很多航班的一个 转机的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不是说只有香港人 非常的害怕或恐惧 我觉得台湾人 面对这个中国 铺天盖地而来 这样的威胁 台湾人 你不能不发声 台湾人 你不能不表态 我相信在昨天 透过的直播 海内外的 关注香港事件的 所有的民众 一定看到 这里头 有大家共同的忧心 那接下来 我们就欢迎吴冠毅 加入我们的现场同时 吴冠毅昨天晚上 当然也在看直播 我透过一个 全球所关注这个焦点 由温朗东来告诉我们 因为这个怒吼的背后 反送中 展现出惊人的力量 来自于全球 有12个国家 29个城市 上街来响应活动 在国外媒体当中 几乎是以 头条方式来报道 在华尔街日报 更是以汉贵香港 最后一役的标题来报道 半岛电视台 甚至形容 这是另外一场 雨伞革命 来看看大现场 温朗东来告诉我们 那中国对香港 现在的法律状态 到底是什么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 好像不只是 国家丧失的问题 是你的人身安全 全面受到的阻载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高举标语呼喊口号 香港反送中游行 澳洲也一起响应 光是雪梨 就有3000多人上街 深远香港 英国伦敦也见到 大批年轻人 高举反送中的标语 美国洛杉矶民众 也加入声援行列 直接唱起歌 这场反送中游行 全球各地都有民众 跨海声援 包括日本东京 欧洲的德国和西班牙 都有民众上街 一共12个国家 29个城市响应活动 香港反送中游行 也吸引外媒关注 半楼电视台形容 这是另一场雨伞运动 CNN更是全程连线 画街日报 以捍卫香港 最后一役的标题来报导 另外英国卫报 也大篇幅报导 以香港反送中 大规模抗疫冲突为标题 及时报导 凌晨清场时候的冲突 捍卫司法独立自由 香港反送中的声浪 持续在国际间发烧 台湾人的风险 但是呢 中国现在对于香港的法律状态 到底是控制到什么程度 来学法律的温囊都来告诉我们 没错 香港这次修正的逃犯条例 跟他们的刑事互助条例 其中最关键的是 他们共同的第二条 在原本的版本里面 他有提到说 这个法律的互助也好 逃犯的引诵也好 是排除掉中央人民政府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其他部分的政府 请注意 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其他部分就包含了台湾在里面 也就是在原本的中国特区 香港里面的话 台湾是被定位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政府 但是在修改之后 这个不见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条文的变化 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外的条款消失了 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香港人的问题 不是台湾的问题 这百分之百是对台湾人言论的线缩 而且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怎么讲 在全世界的所有航线里面 百大航线里面 香港跟桃园的航线就是第八名 全世界第八 每年大概有671万的人次在这个往来 换句话说你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只要你经过香港 进入香港转机 都有可能会被中国去引渡 请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说 它是借题发挥是暗度陈昌 因为这就是姓陈 陈姓的前犯陈同佳 他在台北的时候 杀害了他这个香港的这个女友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 要从香港移到台湾 可是因为台湾跟中国 都被香港政府认为 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统侠范围之内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 你以我你涉嫌犯中国的法律 你在香港转机就可以送到中国 造成影响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对中国有任何的一个批评 在所有的这个法律条里面 也包含了就是说 是不是关闻三栋种族 是不是造成了中国这个暴乱 甚至像李明哲这种网路上面的一个评论 都会造影响 其实在场各位每一位 你经过香港的时候 只要中国政府要抓你 他都可以把你送去中国 所以为什么香港人他这么的愤怒 因为这是一连串的累积 一句话他讲很多次温水煮青花 可是台湾人听懂了吗 听见了吗 我们发现说 现在有人不断在加温 告诉我们说高雄要发大财 告诉我们政治零分 这过去也是香港人所相信的 香港人的公使是世界上最高的 他们非常勤奋的努力 甚至还被有些人批评 说是不是太见识 太不尽人情 这么勤奋的人 竟然然后五分机的人站上街头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中国统治之下 这个一国两制性完全不可行 所以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的话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必须在台湾 用我们的选票 用我们的行动 给中国政府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你如果要动香港 你如果要让台湾人经过香港 甚至是转机 都要大家遭受这种心理压力 甚至会被关起来 你就要把我们台湾人 就要把所有轻重的候选人 赶出我们的国会 赶出我们的总统席次 我们会看到 香港这些人 他们上街头可能没有办法改变 他们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香港政府的一个决定 他可以改变一件事情 在台湾 过去我们看到的轻重的候选人 郭台铭韩国瑜 韩国瑜他先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只注意华龙舟 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又发表了声明 他一方面相信香港政府 另一方面也说台湾不会有一国两制 郭台铭也会去讲说 一国两制是失败 为什么轻重的候选人都讲出这一点 因为香港这百万的画面 已经让大家很明显的看见了一个事实 就是就在台湾最轻重的候选人 也必须要有这个民意的支持 也必须要去反对一国两制 香港人救了台湾 让轻重的台湾总统候选人 郭台铭跟韩国瑜 都必须要去反一国两制 因为他们必须要 他们可以去跟北京说 我们现在挡不住 要是我去支持一国两制 大家看到香港这样 我选举不用选了 他们可以跟选国权建委的借口 但是我们要继续让国民党候选人去下架 让轻重的言论消失 香港人如果时间回到25年前的时候 你去跟他讲说要香港独立 我们都不会理你 你换到现在跟他说香港独立 如果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选项 让英国不要把香港 还回去给中国的话 他们会不会愿意接受 我相信如果有这个选项 至少500万600万 都会站上街头去走到这一点 在中国统治之下 香港的语言消失了 只能讲中国的普通话 越语慢慢在消失了 香港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恶劣 中国来的新移民 排挤掉了香港人申请居屋的权利 香港人放假只要去个尖沙嘴 去个中环 看过去全部都是中国人 你要去讲个广东话 店员还只会跟你讲普通话 这样的一个处境 不只是言论自由的打压 但是生活权力的全面减损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必须最后我要去讲说 你知道香港这些勇敢的年轻人 报外立法院这1000人 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刚刚杨老师说 他我们只要关两三年 其实不是的 香港在现在的法律里面 在公安条例当中的非法集结 你只要三个人集结在一起 政府认为你就是非法的集结 而根据19条里面 他说你叫破坏社会安宁 请问一下什么叫破坏社会安宁 你拿个大升工 甚至有一些年轻人 他背后装了一个水瓶 他准备要自己喝的 都被警察质疑说 你是不是要拿去丢警察 这些都会被破坏社会安宁 他是有可能监禁10年 你在台湾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法律 是说你三个人 我们在厂经有远超过三个了 你破坏社会安宁 这么一个抽象的构成要件 你就可能被关10年 说想看到这一切 香港现况的法律 香港的法律再被架控 再变成终于到中国去处理 这些问题希望台湾人能够看清楚 从小成长到9岁 也是香港人的温朗东 现在成为港督人 那89万票 韩国瑜拿下之后 温朗东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此刻看到香港的画面 我相信这是五位杂成 在现场当中 吴冠义包括梁文涛 还有这个铜锣湾 这个书店的店长创办人 林荣基人在我们现场 国会观察基金文导师 姚立明老师 包括我自己 包括了王定宇 包括了何博文 包括温朗东 姚老师 一旦逃犯条例通过之后 我们这些人过境香港 姚老师你觉得安全吗 那请问一下 中国有多少政治监狱 中国有多少政治犯 真的要关到哪里 关到像李明哲的模式吗 李明哲从2017年 我们看到他当时的一个状况 李明哲是在2017年 透过网络的言论 网络言论他不是人 两只脚踏上中国的土地 不是 2017年到现在 他已经关了多久的时间 网络言论三月份 遭到中国政府逮捕 画面当中所看到 是在中国被审判的画面 当时中国政府呢 同年11月 被以颠覆国家政权 判刑他五年 去年九月之后呢 李静瑜申请探监 数次被拒绝 终于在12月18号 在中国的赤山监狱 探视到了李明哲 李静瑜说 预方违反中国官方 自定的8511出版法令的规定 也冻结了李明哲的账户 使他不能够添购食物 因而报受 李静瑜进一步指称 在赤山监狱 不断地违反中国官方 自定的规定 例如呢 他规定当中 即使每一天劳动八小时 每一周劳动五天 教育一天 休息一天 但是李明哲在狱中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没有休息日 而且呢 还呈现报受的情形 在我们节目当中 杨献宏曾经特别提到 给他吃的 简直像是一个 馊水般的食物 呈现已经是体重 报受 你所看到 最后一次 在全球公开露面 李明哲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来 姚老师 国家可能轮上了 包括了人身安全 也受到极大的威胁 中国要盖多少政治监狱 那姚老师怎么看 未来的成呈发展 新疆模式 关这些香港跟台湾的政治犯吗 是新疆模式 直接送到劳改吗 还是用李明哲的模式 来关这些 他自认为的政治犯呢 姚老师 用两个时代来做 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先不要看以前 我们单单看台湾威权时代 有一段时间 只要说到领袖如何如何 你可能就变成了颠覆政府罪 你可能只是说到一些要直选 想要直选总统 想要全面国会改选 你可能就触犯了 删获政府或颠覆政府的罪 你可能只是做一些表达 对一些政府作为的不满 你批判政府 就像我们在这里 几乎每天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就被扣上反政府罪名 要知道这些名词 现在在台湾都没有 都没有 可是中国却有数十个 这样子的名词 李明泽 他唯一做的事情 是在台湾上网 在网路上写了一些 要中国民主自由的一些文章 他就被定了 删获政府的罪名 他在哪里被逮捕 也是转机的时候 他在中国 他被逮捕到中国去 被逮捕到中国去 现在他在中国 他根本不觉得自己犯罪 他就吓到中国去防友 就被逮捕了 台湾每一个人 都可以是李明哲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 我们在这里发言 每天在这里发言 我们对中国政府的批判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 共产党 能够实施自由民主的体制 这些对中国来讲 都是反政府的行为 都是要处以重刑的 所以对台湾来讲 我们是争取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香港回归 中国以前也享受了一段 可以有言论自由的时代 出版是可以自由 文章可以自由的写 可是现在出版的书籍 就像坐在我边上的林荣基先生 他的书店 只不过就是出版了一些书籍 发行一些书籍 而这个书籍就要被定义罪责 换句话说 简单的言论自由就不复存在了 香港如果所谓的逃犯条例通过了 台湾的人自我就要思考 你平常的言论 是不是有可能被中国视为反政府罪 你自己自我思考 你过去是不是在某个场合 某个集会游行 发表了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这些都可以构成 你成为中国犯罪逃犯的对象 所以我们常常听过中国一句话 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 批判时政在台湾司空见惯 网络沉别累赌 他可以从蔡英文骂起 骂到蔡英文的祖先 骂到蔡英文的四周的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要担心受怕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很明确的言论自由 法院会为这个明确这个言论自由 保护人身自由 中国不会 香港政府通过逃犯条例以后也没也不会 是因为它背后只要中国政府要求它引渡的人 要求处罚的人 香港政府就必须要听命 否则的话香港政府的成员自己会遭殃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可以知道 那为了台湾呢 台湾现在亲中势力如此的强劲 抱中国大腿的多不多 提名于中国的多不多 杨老师 对啊 我们对真正要担心的 台湾在慢慢的进入到香港化 什么叫慢慢的 中国铺天盖地的统战 已经深入到我们的乡下 深入到我们的宗教界 深入到许许多多的角落 让台湾有相当多的人民来讲 都说哎呀中国很有善嘛 招待我去中国各地去参观访问 中国共产党不是你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啊 张牙五爪 中国政府是非常对台湾非常友善的 所以台湾有一些人完全不反对 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完全不反对 甚至积极地呼吁 我们两岸去签和平协议啊 让中国对台湾 能够有一定的发言权 这就是中国统战的工作 可是关键我觉得 还是在台湾的人民啊 台湾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民主 是我们人民过往前补后继 争取来的 未来要守得住守不住也是人民 人民要拱手 让给亲中的政府 这是全部人民要遭殃 全部的人民要忍受那个后遗症 如果我们的人民 多数人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民主人权 我们就会拒绝 就不要有一天像香港人到今天 得不到选择政府的权利 他们那个丁点卑微 想选择特首的权利 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台湾有一天 我们选择我们的政府 还要听命于中国 或者中国的爪子 直接伸到我们台湾 来影响我们的媒体 影响我们的社团 影响我们各行各业的人民 让它来影响我们选择我们的政府 台湾距离香港就不会太远了 所以这不只是香港的事 攸关台湾命运的未来 攸关我们子子孙孙 在这个逃犯条例通过之后 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相信在海内外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不管你人在何方 你应该从昨天白天跟深夜 跟我一样 在守住整个直播 其实有很多人还反讽说 他说为什么 当香港人是百万 为了捍卫他们的自由民主的权利 反送中条款而走上街头 而台湾是韩粉走上街头 他们所迎接的是韩国瑜这样的候选人 所以昨天在直播很多人都讲 好想换 可不可以他们出现这种反讽的 说好想换 那韩粉呢 可不可以韩粉送去香港住住看 那把香港的这些民众 百万民众可不可以移到台湾 我们来换好不好 我们三个换你一个好不好 有民众在直播里头 一直呈现这样的声音 可是想想看我们的处境 如果我们也跟香港一样的话 现在蔡英文总统一直立足的国防自主 跟台湾美国的紧密的关系 美国重建我们的一个军事武器的一个配备同时 当2020如果我们自己选择 我们自己选择一个亲中政权的话 美国会怎么想 美国会想 你们自己用选票决定了你们的命运 你们等于抛弃美国 因为台美的紧密关系 捍卫就是台湾的一个国家的主权 可是2020如果亲台跟亲中 当我们的民众做了决责 做了决定 当票是多数投给了亲中政权的话 美国没有话讲的 对美国来讲 因为台湾的民众做了决定 放弃了美国 当台湾遭遇到未来 像是香港这个命运继续发生在台湾的话 美国会理我们吗 美国根本没有办法理我们 因为已经做决定 来吴冠逸 昨天看直播 我相信你心情应该是非常沉重 来吴冠逸 我昨天几乎半夜整个晚上 从下午看到晚上都没有睡觉 然后我心情是非常的非常的激动 那看到那种人潮是看不到镜头的 而且他们那个民众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个记者问他说 你觉得会因为大家站出来 然后逼死 迫使这个香港政府来退让吗 他们是不抱任何希望 可是他们还是愿意站出来 那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现在所面临的状况 为什么这个刚才这个姚立民老师讲说 以前的这个国民党时代就是这样 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个听到 比如说我父辈的 他们在谈语政治 那我阿公阿嬷那一辈的就会想说 你们这都真正硬硬不知道是什么 你的话真的不能政治不能说话 不然到时候你怎么打开了你都不知道 就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跟共产党 现在到底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有理由相信 韩国瑜的这个汉先辈集团 他们现在正在台湾进行共产党模式 为什么我这么讲 以前的国民党也好 现在的共产党也好 他们所有的所作所为 他们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维护巩固他们的政权 那共产党一心一意 想要对台湾做的事情 就是搞烂台湾 以证明共产制度 是远远超过民主自由制度的台湾 所以韩国瑜 当时在选高雄市长 就跟共产党相互呼应 说高雄又老又穷 全台湾二三十年 通通这个停滞不前 全台湾人都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全台湾人都是非常的痛苦 没有钱贫穷 然后就是生活这个痛苦不堪 然后这个勿忘事上苦人多 那那个大陆的电视台就播送 就说韩国瑜真的是苦民所苦 台湾现在有多么惨 又老又穷 人民都饿肚子 吃不饱饭 那相信之下 那个共产制度 当然就变得好像很棒 好像很好 那刚才姚老师有提到 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事实 就是说 他们用招待的 然后用利诱 然后让你去这个大陆 比较先进的这个沿海城市 比较繁荣的去看 去观摩 你感觉到 哇 原来大陆这么好 这么先进这么棒 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么高 那其实如果你去看看他们内地 真的比我们落后太多 他们年军所得真的比我们低太多 可是他们就可以造谣 造片造假 然后你再看看 当时的共产党 毛泽东时代 他们是怎么样去喊口号 怎么样去搞阶级斗争 那看看现在的韩国瑜 当时他们是讲 超音赶美大要进 韩国瑜是讲 祸出人进八大财 那他们那时候的文化大革命 是学生斗老师 儿子斗爸爸 女儿斗妈妈 然后那个穷人斗富人 那个无产阶级最大 那你看那个六月一号 韩国瑜他们的造势大会 他们是光着脚 把鞋子脱掉 他们就说庶民选总统 总统选庶民 好像就是说 你是不认识字的 你是劳工阶级 农于民 然后你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你最大 你能力最强 真的可以这样子搞阶级斗争吗 然后你再看看 台湾政治史上 有哪一个政治人物 还有其支持者 整个所有的集团 会把这个阶级斗争 阶级对立 把台湾搞成仇恨搞成这么严重的地步的 就只有韩国瑜 这个当时 这个总统部发言人 说他是土包子 然后整个这个先辈集团 就通通渲染 所有人民通通都是土包子 然后韩国瑜的支持者 就通通变成是土包子 陈明通主委讲了说 要够不得也要够合作 结果呢 如果没有就跟那个猪狗禽兽 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意思是说人要有智慧 才能够够不得 结果呢 所有的这个先辈集团 韩国瑜党 又全部 又通通在渲染 居然公开在媒体上面讲 每个人都讲 这样我是猪狗禽兽 这样我是猪狗禽兽 这样我就是情世地高心胸 在这样子极度严重制造对立的情况之下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是要搞烂台湾 那韩国瑜 他我看他所有的言论 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所作所为 他就是配合中共 他就是在台湾进行共产党模式 这个态势真的是非常严重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获得这么大的支持 选民心中想的又是什么 逼逢所有正义民 反对送中华方 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 就是怕逃犯条例一旦通过 陆方可以轻易挪知罪名 引渡受审 不仅仅是香港面临这样的问题 台湾民众也可能受到影响 PTT脸书社群网站上敏感的发言 都可能因此进入黑名单 一旦去香港旅游或是转机 包括曾有逃漏税记录或是诈欺 甚至陆方认定的政治犯都可以直接引渡 是不是罪犯大陆公安说了算 公安机关相对于台湾的警察机关权力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 如果假设这个逃犯条例通过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过境香港的台湾人 或是在香港居住的香港人 有没有可能被认定有犯罪嫌疑的时候直接引渡 大陆企图影响香港司法 逃犯条例一旦通过 不仅成为北京要求引渡政治犯的借口 也将间接波及台湾人民 马上要进行到美国纽约的连线 跟香港的第一现场 因为这场示威游行关系到礼拜三 是不是中共会撤回这个案子 有关香港大游行 这次香港的大游行人数达到103万 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 这个游行主要是针对中共 要给香港强加一个恶法所谓的逃犯条例 所以香港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送中 这次看到这个规模之大 威多利亚广场筛爆 而且香港的无数的街道都筛爆 而且参加了游行的人 不仅有支持民族派的 而且甚至平时有支持建制派的 就是亲中派的 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都来参加 他们说至少对后人 下代人有一个交代 因为中共这种恶法通过之后 对香港来说 就香港人民可以无故地失踪 可以随时地不见 中共可以任何理由把香港人带走 因为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从浅诚来讲 中共前两年跨境绑架香港人 比如绑架香港的书商 绑架商人 那么这个导致了就是 砸坏 砸烂一国两制的这么一个说法 那中共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开始强加一个恶法给香港 就是想用一个修 想增加一个逃犯条例之后 就可以严正名顺地去抓人 以后就说是跨境绑架 这个词就不存在了 非法的绑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绑架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中共因为权贵 从政治局委员到政治局常委 都把香港变成了他们的洗钱中心 他们为了保住他们在香港的利益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家产 还有他们的这个股票等等 所以对香港进行严密的控制 如果对他们有所不利的话 他们就要抓捕 然后表面上说的是这个治安或者是形势 实际上中共要抓捕的对象 就是政治 比如说记者 这个公民活动人士 或者是政治人士 中共要抓捕的是对他政权 对他政治有威胁的人 还有中共第三个原因就是 中共要确保他的一党专政 要把一党专政强行推到香港 因此提前扎栏了一国两制 也不顾五十年的承诺 因此就在香港推行这个恶法 所以这个一百多万香港人上街怒吼 这是可以说香港人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这对世界是一个震撼 对北京也是个震撼 对台湾也是一个震撼 对北京的震撼就是 北京是要应来还是要退让 在2003年的时候 他们香港推出所谓23条保安条例 由于50万人上街怒吼 当时的胡锦涛政权是退让了 就暂时取消了那个立法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政权会不会退让 如果习近平政权应来的话 我想有可能在12号立法院通过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暴力冲突 香港如果出现暴动 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那么如果是习近平当局退让的话 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是根据习近平政权 现在的极左性质 看上去可能是退让的性 那个可能性不大 那么这个强行通过建制派 议员占多数强制通过的 可能性很大 那么轻则引发暴动 那么后续的效果 有可能引发就是 建制派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会失败 今年底和明年初 选举中会失败 将来的香港法律 这个法院如果说是不作弊的话 民主派有可能是赢得半数 或者是超过 那么这个香港政府的一些法令 就无法通过 再一个对台湾的震动就是 台湾人民要想一想 连林荣基 苏商都已经逃到了台湾 流亡到台湾 由于这个恶法 那么台湾的人民要想一想的 一个道理就是 台湾在明年的大选投票中 对那些亲共亲中的候选人 台湾人民还投得下去吗 因为他们亲共亲中 隐囊如是 那么将来有一天 台湾就会变成今天的香港 香港的沦陷 就是台湾沦陷的一个前兆 是 李荣基 苏商人 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反送中捍卫人权百万港人 上街所创下的记录 流血冲突非常遗憾 波老师 那中国政权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尤其是最近习近平的健康状况 在圣彼得堡所捕的这个画面 握手之后怎么会跌倒 普廷还摇摇头走开 健康症出了问题吗 这是捕捉到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7号 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经济论坛当中 讨论了莫斯科跟北京的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这个主要是为了对付美国 每次中国跟美国发生矛盾 尤其发生这个贸易战升级 或者贸易冲突的时候 中共的这个领导人 要去访问俄罗斯 以拉俄罗斯来为自己垫背 所以这次习近平带了1000人的 所谓商人代表团去俄罗斯访问 摆摧一副要跟俄罗斯结盟 要对付美国的架势 但是这次不巧的是 习近平出了很多的洋相 一个最大的洋相 就是在圣彼得堡 出席经济论坛的时候 他到舞台前跟观众握手的时候 那其中握手到一个人的时候 突然他一个狼腔 差点从舞台上摔下去 然后被周边的保镖和官员拉住 才勉强站住 站起来 就全场发出了一片惊呼声 当时的俄罗斯的总统 普京的表情非常奇怪 他回头只是看了看 摇了摇头 根本没有表示出关切 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漠不关心的样子 好像意思说摔倒了活该 那么一个表情 所以习近平摔倒这个动作 和俄罗斯总统这个表情 可以说写照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关系的真相 这就是表面上在结盟 实质上面和心不和 因为俄罗斯从他的媒体到民间 都是普遍的反中情绪 认为中共是剽窃俄罗斯的技术 该偷窃的偷窃完了 从科技到军事领域 然后像俄罗斯的投资 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繁荣 反而带来了生活水平的下降 为了中国劳工的大量拥入 抢了俄罗斯人民的饭碗 再一个中国在那边砍发森林 开发所谓贝加尔湖 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破坏 这都是俄罗斯的反中情绪的一部分 好 谢谢波罗斯 我想请教的是林荣基大哥 香港铜锣湾书店身为店长 在2015年 因为你们陆陆续续被消失 外传当时铜锣湾书店 当年就是因为出售了一本名字 叫做习近平与他的情人的禁书 这是因为你们惹怒的北京当局之后 这些画面是当时你回忆 自己从广东深圳入境到中国时 被编译人员强行带到浙江临波 还关押八个月 你当时所召开的一个记者会 来 回到我们现场 我请教石林大哥 有这样一个经验 看到这个逃犯条款通过之后 香港人的命运跟台湾人的命运 来 你怎么看呢 北方这个书店那个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是 当时李波是给中国大陆 派一个中央证案找的人 绑戴去中国大陆 所以香港人反应最大就是 因为没有保障 基本法里面有谈到你不能派一个国安局的 里面办事的人过来香港 把人带走还是绑架 这个等于是违反他给香港人一个承诺 因为基本法里面也写得很清楚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条例 有个通过以后 等于是将来派人过来绑架 是毫法性的 所以不只是过境的危机 你是认为跨境绑架都有可能 变成是一个毫法性 这个条例就可以把中国大陆的法律 伸过来香港用 明白吗 等于是本来是绑架是非法的 毫竟是一个毫法性 最糟糕的是 他把中国大陆所有的法律规定 都偷在香港来用 这个最麻烦的地方 所以你从那个苏电事件 跟这个送中条例一挂拗 看得出那个问题 那个严重性在哪里 你为什么选择会到台湾 你希望成为台湾的公民 你的考量是什么 这边起码现在有民主的纪容 有个是将来2020年 那个总统选举是怎么样 我现在没办法控制也管不了 我先过来是 比方我想开书店 我可以先做这个事情 到这个过程里面 我还是赋予台湾人 可以将来要小心 那个2020年那个投票 要怎么好好保护自己 对吧 你自己观察是什么 现在台北上这候选人 从郭台铭 韩国瑜 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 甚至柯文哲 你对这些候选人 你有观察吗 你觉得台湾人的危机是什么 我始终从一个 是身份正统的角度来看 身份正统 他要把积极当心是台湾人的话 他不会投票给 积极共产党的一个政党 对吗 这个我们先要搞清楚 积极的身份正统是怎么样 有个李基英是台湾人 一个自由的人 然后我们的投票 应该给现在的政府 这个是很清楚的 你觉得没有悬念 当然是继续支持蔡英文总统 是这样子吗 对 是 来 请教王定宇 他刚刚特别提到跨境 不只是来 吴冠毅 梁文韬 林隆基 姚立民 廖小军 王定宇 何伯恩 温朗东 不只是我们过境香港 极有可能会被逮捕 也可能面临到跨境的问题 有时候会非常感慨 从今天晚上开始 现在时间当然是晚上十点多钟 那第一天在总统初选 绿营方面的民调 第一天已经告一个段落 鹰派 赖派 或者是蔡派 争了半天 说真的在中国的眼中 你们都是独派 你们通通是被逮捕 你们通通会成为未来的政治犯 所以继续争什么 其实敌人已经进来了 而且敌人就在眼前 敌人真的不是在党内 但是包括刚刚提到跨境逮捕 因为你们通通是 除了在台湾这块土地 敢爆中国的大腿之外 其他通通都是什么 东东叫做台独分子 通通是足以逮捕 甚至跨境逮捕吗 来 王定理 刚才林老板讲这个 事实上我再加一个派 我看到台湾有一些蓝营的人 他是认为中华民国不是北京管的 昨天中央军校的总会长还讲说 反共是最基本的条件 加上这一派过境也会被抓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这个送中条例 事实上就把中共的法律延伸到香港 可以逮捕任何国籍的人 那我们台湾就要面对一个选择 如果香港人 如果被林老板是跑路 跑路招楼来这边 我走到招楼我不知道听不懂 他是跑到这里来的 我们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不管我们是哪里的人 如果可以 谁不想住在家乡啊 如果可以 谁不想跟自己的家人 亲戚 朋友 同学 旧友 住在原来的地方 住尖沙嘴 住尖沙嘴 住高雄就住高雄 你为什么要离开 为什么要离开 所以当这样离开的人 来看台湾的时候 告诉你说 你在怎么票怎么投 不要投给中共扶植的人 我在脸书上 还看到有一个说 台湾 台湾又不是香港 我们台湾怎么会变成一国两制 没错 台湾现在还好 我们不是 我昨天看到香港的一百多万人 我真的觉得太晚了 来不及了 那个牛的绳子 已经绑在脖子上了 江城卧在北京 他要拉你去哪里 就去哪里 那只牛再怎么哀嚎 再怎么低鸣 你有饭吃叫拼金记 但是要你离田就离田 要你什么时候吃草就吃草 要你什么时候跟做就跟做 香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香港人 离江背景到台湾的越来越 这两天网路上也流行一句话说 自由就像空气 你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可贵 香港人以前为什么不讲政治 因为你有没有自由啊 为什么现在开始要讲政治了 因为脖子掐住了 不能呼吸 可是这里面 韩国瑜在第一时间的回应是 我看网路上是大家 诧异到不可 问他 他说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 今天再补个六点 说补充说明 来不及了 他去中联邦怎么会什么都不晓得 这是当时去中联报 承报的报导 这边有些美感 你看 构建台湾特区 这是香港承报 给他加一个卖台的第一步 那这里面是什么呢 韩国瑜靠中共拼总统梦 因为中联办管到那一些中共的党国营事业 他到了中国里面 换了订单 MU到底兑现多少 不晓得 假设通通兑现 反正就是 犒赏11亿港元订单 换11亿 港币折合台币多少 50好不好 值得吗 台湾只值这样的钱吗 台湾选民 你们想想看 他庞大的名义 这些选民到底在想什么呢 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 持续锁定关键性时刻 我们再会